110年5月27號來韓申請斬延補證期限到110年12月31號 那本署在110年5月28號韓副同意在案 那後來後續開發單位在110年12月27號 將補證資料送至本署 所以我們在111年1月3號韓送書件給委員專家學者相關機關書審在案 那今天是召開第二次專案小組出審會議 那待會請開發單位進行簡報 簡報時間20分鐘 除了前次會議的專案小組出審會議結論處理情形外 另外我們事先有將委員專家學者相關機關的書審意見 提供給開發單位 請待會也做重點回覆說明 那後續進行 因為今天沒有民眾登記旁聽發言 後續就請列席機關提供相關意見 委員專家學者提問之後開發單位做中整回應 他進行討論 以上中紀處說明 謝謝 那我們接下來就請開發單位做20分鐘的簡報 主席以及今天與會的嘉賓還有各位委員 大家早 那我就進行今天的第二次的一個專案小組的審查會議的一個簡報 那主要就是說明整個為什麼經濟部要設置這些四個園區的一個主要的一個原因 也就是說希望整個在台灣台商的回流潮以及在地廠商設置一個用地的一個需求的一個解決 所以提出了這些園區的一個設置 配合在地的廠商加速他的中小企業投資以及跟流台灣的一個行動方案 同時也吸進了台灣回流 因應台灣回流廠商的一個需求 然後投資了一個台灣三大方案的一個策略 那這個台商回流總共支額大概有9700億 那整個在行政院院長也宣布了我們整個台灣投資三大方案的會員長到2024年底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增加4萬個就業機會 那整個打造這個台商中南部產業的一個軸帶 就是我們設置這些園區的一個主要的一個精神的目標 也就是西季配合整個台商回流 然後也符合整個在地周遭的一個園區 跟它的一個產業的優勢 鏈結成一個台商中南部的一個產業的軸帶 那我們中埔跟水上的部分也就是符合當地一些像民雄大埔美等等的這些產業園區 然後來同時輔以這個優勢的一個產業 形成一個產業的軸帶 那接著我就來說明我們整個計劃中埔園區的一個位置 那我剛剛也說過了 其實整個中埔跟水上園區的設置呢 就是希望利用周邊既有的工業區 也就是大湖 買民雄 頭橋等等 還有一個航太工業區呢 然後同時呢 馬朝厚 以及未來的嘉義科學園區呢 都能夠形成一個產業的鏈結 同時呢 這附近呢 還有個嘉義大學 大同技術學院 還有民雄航太園區 這些都可以相對提供能力資源 所以呢 可以形塑成一個特殊的一個產業走到的 走到的一個發展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這個地理區位 其實在中埔園區呢 它的地理區位非常的便捷 它是 臨近整個嘉義市跟中埔的一個市區 那它有國山跟台28線 所以交通非常的便利 那整個計劃位置的區域 它的界線也非常的明顯 北側呢 是巴掌溪 東側這邊就是中埔的一個都市計劃區 有機 LISA 直接講車就好嗎 現在就是屬於這個地理區去ば 沒錯 已經導陣 我們一定會 seizure一下 你的麥克風有點狀況 可不可以處理一下 麥克風 這樣有聲音嗎 有 好 謝謝 所以剃除掉了這個東側的一個範圍 那未來我們會在整個報告 也會修正的成正確的一個面積 那整個土地現況 我現在說明一下 大概都是屬於這田的一個使用 那旁邊的周件呢 大概這邊是巴朗溪 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 那這邊就是有一個 現在既有的一個溫室 那整個現況大概就是 都是這田在使用 那接著說明一下我們的土地使用的一個計劃 那整個目前產業用地面積大概40.7公頃 也就是百分比 百分之六十 那公共設施部分呢 佔比大概在百分之四十 那接著說明我們整個引進產業力 我剛剛也說明了就是整個 產業發展的一個定位 其實它就是西季呢 符合台山回流的一個趨勢 同時呢結合整個在地優勢的一個產業 然後呢搭配整個周遭的一些工業園區 後製整個產業距離落的一個生產基地 同時呢我們這邊的一些機械呢 也是可以支援這些未來發展重點的農業機械 智慧電動車食品的一個加工業 那我們有這些幾個計劃 計劃階段呢 階段來引進整個招商 那主要就是我們目前呢 規劃的整個引進產業裂邊 同時當然也要 配合整個台商回流產業的一個需求 我們預計目前大概有50%的台商回流需求的一個用地 那我們也一直在進行整個台商回流潛在去地面積的一個調查 那目前大概有47公斤 未來呢仍然會是滾動式的來掌握整個台商用地的一個需求 那會優先開放整個台商回流的這個產業 那進行登記 那同時呢也配合整個台灣投資善大方案的實施的時程 然後當然呢會保留30%提供給在地優勢的產業來使用 那當然這些招商機制呢都會依照未來招商實際的情形來作為調整 那整個分期分區呢 我再跟文報告一下就是 這是我們經過在110年5月10號 還有是8月邀請了相關的這個內有的承租人員 相關單位 沿上獲得的共識 也就是說目前呢這邊有承租溫室的一個災植 那它目前會在災植的補助期間會在117年年底 所以呢也會將這個區域配合整個現階段的一個農業設施的使用呢 切入作為第二期的一個開發 那當然這個二期的開發呢 我會試在目前這個租用承租戶的一個農業使用情況再行來開發 那接著我就針對我們整個前次的一個出審的審查結論 來一跟委員做一個說明 那前次的主要就是考量在用水用電跟事業費器物的一個部分 那我先就用水的部分來跟委員說明 整個中埔跟水上園區那其實它都是來自於水上淨水場 那整個嘉義地區的水源大概就是仁義潭跟南潭水庫 還有部分是由烏山頭跟周恩西來供應資源 那我們在整個用水計劃書也在110年的3月取得了一個同意 那目前我們可以看一下就是整個嘉義地區呢 其實它目前的供水量有31.8萬噸 那整個中埔跟水上呢 中埔大概需求的用水量是2693cmd 水上是3162cmd 那未來呢在125年的時候呢 雲泥地區還會供近4萬噸 所以總共呢會有35.8萬噸的一個水源 所以呢我們的新設這個園區呢 對造成供水的不足呢 比較不會有產生影響 那園區呢也會採用一些解水儲水的一個設施 同時要求廠商呢設置於水儲流設施之外 也會建置中水道系統 那這些中水道系統大概有312cmd 會提供公園地地澆灌跟道路灑水使用 那同時呢配合整個台灣呢 也在規劃大型的海水淡化場 積極推動再生水等等的一個 一個能源的水資源的一個再利用的提升 那經濟部呢也會因應整個集團氣候 提升整個供水韌性計劃 也就是長久的水資源的一個行動計劃 那除了加強既有設施的管理之外 也會加強水源調度跟科技造水等等 所以呢會提升多準備3個月的一個用水 所以呢我們未來全面的會提升供水的一個安全 這次在用電部分呢 我們在109年的10月就獲得台電的同意供應 那園區呢也會推動相關的一些節電措施 當然這就屬於節能減碳的一個部分 那經濟部呢為了符合用電的一個措施 這穩定的供電措施呢 除了傳統的大型發電機的救援之外 它目前呢也有一些新型的一個備源措施 也就是電力頻率調整儲能系統 那未來也會跟民間合作呢 來使用一個備用容量市場的一個交易 來強化長期供電的一個穩定 接著來看一下整個失業廢期物 那目前呢整個在嘉義地區的失業廢期物 其實並沒有受到近期 洪化廠進行整改的一個縮減的影響 那我們也在經過多次於嘉義線環保矩鞋艙之後 它也同意了收受了整個中埔及水上原區的一般 那我來說明一下整個陸潮的 洪化爐的一個使用情形 它設計出量大概是900噸 那它的目前呢可以處理一般 失業廢期物的量大概是268噸 那在目前現在實際上處理的一般 失業廢期物量是180噸 也就是它還有88噸的一個餘餘量 那目前整個中埔跟學校園區呢 它產生是46.57噸 因此呢整個中埔園區的設置 對整個嘉義地區的文化爐的處理 並不會產生任何比較明顯的顯著的一個影響 那接著來說明 接著說明一下整個有害事業廢棄物的部分 那中埔園區產生的有害事業廢棄物是每日4.07噸 水上是每日4.78噸 那整個嘉義線境內它其實目前核可的清除量 每月有19萬噸 那實際的處理量是有不到1萬噸的一個處理量 那整個南部地區 中南部地區大概有中區 南區跟南科有害事業廢棄物的處理中心 因此呢我們委託這個公民處理機構來處理 並不會造成明顯的一個負荷 那整個就雲嘉南空民區的一個模擬評估呢 其實它包含中浦、水上、新市、北高雄等等這四個計畫 它的各項污染物的增量是有限 對整體而言它影響其實非常的有限 那它主要的落點都是落在大概落在台南市的位置 那這是我們整個空氣污染的抵換措施的一個量 那整個污染量增量的一個抵換措施呢 我們目前有提出三個執行的措施 那蔚染呢會在嘉義地區境內來執行 那主要的第一項呢淘汰高污染跟一到四行程的機車 也就是由民眾來完成這個舊車的報廢 這是由工業局來執行 那淘汰改造跟淘汰鍋爐跟固定污染源污染的改善 這也是由工業局來執行 那第三項是其他配合地方環保局推動的這個方案執行呢 是由嘉義縣政府來執行 但是由工業局來提供經費 那這個抵換的一個檢核作業呢 就是工業局留存改善的成果 由嘉義縣政府環保局來檢核整個抵換計算的一個結果 那申請在第二項的這個部分呢 這些廠商呢可以優先獲得承租本園區的一個權利 那接著來說明整個用水回收率的一個檢討 那這部分呢在書審意見的時候呢 也相對有些委員來提出來 那主要有個說明就是說 我們全區用水呢 也經由從69.5%提升到75.5% 那因為我們主要都是比較傳統的一個產業 所以呢要求整個高科技產業 也就是鏈子零組件呢 它已經提升到86% 那未來在這個相關這些傳統產業呢 我們就是目標會吸收在120年可以提升 用水回收率達到80% 所以呢也會是這些廠商它的用水的一個結構 進場之後用水的一個結構跟特性呢 我們會輔導廠商來提升它的用水回收率 那因為園區的污水處理廠它規模比較小 所以產生再生水的一個建議效益並沒有很高 所以我們已經規劃了建制中水道系統有312cmd 會也同時也會鼓勵我們廠商呢 能夠可以多多來使用污水 放流水的一個再利用 那也依照整個設計技術規範要求廠商呢 在建築物呢會要設置整個雨水處流的一個設施 那整個污水處理的規劃呢 大概開始採三級的一個設計處理 那這是相關的一些處理設施的一個去處理 那整個園區是採用公共工程跟廠商建廠同步的開發推動 那污水廠的建設時程大概有1.5年到2年時間 所以呢在這期間如果 區內會有污水需要處置的話 我們會設置套裝污水的處理設備 那當然這個處理設備的處理值 也要符合我們的園區的承諾值 那接著來說明整個園區的一個水質的一個承諾 以及它對下游產生水體的一個影響 那整個八檔溪的部分呢 它其實是屬於餅類的一個水體 那它在生化渲染部分 在國道一號的時候 它已經不符合現況 就已經不符合品類標準 那的氨蛋呢 幾乎都是沒有符合品類的標準 那依照一般的放流水標準呢 VOD的增量呢 我們園區中埔加上水上的水質平均的 大概增量是在0.17到0.57 那氨蛋部分是0.28到0.68 那我們呢 依照委員的要求呢 來承諾加研 VOD部分呢 從最大值25到最大值20 那氨蛋部分從20呢 承諾到15 那整個加研過後之後呢 VOD部分的增量是0.12到0.4 然後氨蛋部分是0.2到0.47 那依照前次委員要求 希望我們呢 針對進駐廠商的產業列別呢 能夠正面表列 那我目前也在整個大會議件裡面正面表列 那未來呢 在整個廠商入住的時候呢 其實管理機構會 針對這些相關的一些廠商進駐的一些 提出的深租書件裡面呢 會進行駕以進行的審核跟資料的一個管理 然後符合我們園區的這些相關的承諾值 這些廠商呢才能夠進駐 那這 而且又沒電了 那整個健康貿易評估的結果呢 自來風險它都在小於百萬分之一 那非自來風險也都低於一 那整個在整個管道跟放流水的一個充電呢 也都小於百萬分之一 那我們未來呢 也會依照整個國家化學物質管理行動方案 整合整個化學物質資訊平台 要求整個廠商呢 在入住之前呢 就需要提出它的化學使用量 由管理機構這邊來執行初步的審核跟資料的管理 同時呢也會要求廠商呢 降化學物質資料呢 如實聲報到政府的相關平台 那針對橋木部分的說明跟植栽的規劃 那我們主要還是會以當地原生種為主 然後當地式生種為府來做整個植栽的一個規劃 那目前的種子數量大概兩千零百零八十七株 那未來有死亡的時候 我們會隨時來進行補植 那當然也會要求廠商進駐的時候 在公寓它的自己自身綠地的時候 叫S橋木也都希望以原生種 馬虎以當地式生種來處理 那這邊要跟委員報告就是 委員提到說 點狀空間的那個橋木的數量呢 其實在S1S2呢 它其實已經併到P區來了 所以它的總共橋木數量是20株 跟委員做說明一下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整個 因為鄰近地區的淹石潛室來檢核等 智洪體的量能是不是足夠 那我們目前呢 分為B區跟A區整個兩個激水分區 分別是公館排水跟次然系排水 那採用的是20小時總降雨量的延時來計算 那計算出來結果呢 我們也提升了它的智洪體的一個體 安全係數1.2倍 那檢核架開發前淹水的一個補償措施 總它在10年從前趨距 淹水的體積大概是23.3萬 地方公尺 那我們也因應整個極端氣候 加強園區的防洪潤性的一個措施 局部公園跟濾帶我們會採消耗式的方式 來增加為智洪的空間 同時考量LID 也就是透水跟雨水等等的一些儲流設施 我們目前呢 整個開發的補償措施 可以提供淹水的補償體積呢 已經達到23.4萬 那就園區的土壤及地下水的監測規劃呢 目前呢 依照木地世界主管機關的土壤及地下水的備查作為辦法 我們會執行五處的一個地下水的一個監測 那同時的一技產產業特性 我們會增加重金屬鹽跟木的一個檢測 那接著說明一下就是整個關於這次書面審查意見的一個答覆的情形 那關於整個生態漆地的營造呢 我向他委員非常的關心這個部分 那我們在綠巴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會營造一個自然一個生態的一個漆地 同時結合現有的農地還有公館排水 然後我在旁邊呢會種植緩衝林帶跟綠藜做一個屏障 中間部分呢會種植高精植物提供給這些生物呢 作為棲息跟密食的空間 那當然這種旁邊的橋木是提供環景置夜間棲息使用 那我們這個綠巴的這個面積大概是0.76公頃 那發現環景置的地點呢 其實與綠巴這個塊狀的一個綠地的規劃空間 其實整個環境都相當的相似 那未來呢會提供給這個環景置作為生態漆地的一個使用 那結束說明只要大灣舊公 鳳桃餐飲 還有黑次淵的滿禽的一個漆地的營造 那整個發現的地點呢大概就是在整個園區周界 那我們也在周邊地區呢都有種植高大的橋木 來提供它需要的一個環值所需的一個空間 包含原生樹種的一個使用 同時呢生態種子的一個營造 主要就是隔框互坡的一個生態工法 同時還有一個碎石步道的一個透水的一個維修步道 種植相關的橋木來營造生態氣息的環境 那在溫室器的盤查部分呢 我們直接的這個燃料的產生呢只有0.7萬噸 那主要都是間接能源的一個排放大概11萬 除了我們目前提供的一個減量措施之外呢 未來呢也會透過在整個抵換措施的部分 連續十年來執行抵換之後呢 除了碳交易平台的一個交換機制之外呢 我們也會希望呢要求廠商取得區外的一個排排 減排量的一個進行的抵減包含燃油的設備的改造 還有既有鍋爐的一個改造 還有老舊機車鈦換電動車 還有溫室器體回收再利用跟破壞的一個技術等等 還有一些提供濾電的一個部分 那整個化學物質的一個疊價影響區呢 它的增量目前大概就是在7.71乘以10的-8次方 那未來我們整個化學物質的一個管理機制呢 會在進入前我們會有一個審查作業 同時要求使用這些危害性化學物質廠商定期來執行檢測 然後每五年呢我們會執行一次的健康風險的一個評估 那說明一下整個目前陳豬富的一些農業設施的情形 我剛剛也說明過了在117年的時候呢 它的補助期限就到期了 那整個自來水部分呢 其實目前呢我們會採用雙供水的部分 來進行整個供水的系統的使用 所以初步延估呢在初期跟中期呢 它的直接供水方式並不會影響到我們整體的開發 那未來我們會是要需需求再配合整個自來水用地的一個信件 那整個中埔園區跟水上園區的一個定位呢 我們主要就是從嘉義縣國土的計畫的空間 跟它的一個發展周代的一個定位來說明 主要就是國土計畫的發展空間佈局呢 它中埔跟水上呢它是以嘉東生活為核心 然後以新農業的一個發展技術來做為它的產業鏈結 所以呢我們配合它整個空間佈局的這個概念呢 發展整個產業周代跟發展的一個定位 因此的中埔園區呢會在大部分這個發展的 智慧農業跟電動車等等食品加工業的這個鏈結 所以呢在整個發展的區別上面 其實它的定位已經有所區別提供給委員來做參考 那在民意調查作業的檢討部分呢 前次我們面訪的部分呢就是在110年1月的時候完成 那因為在審查的過程中呢委員有要求我們需要增加一些周邊地區 跟農民及農民意見領袖的一些意見 所以呢我們重新做了這些訪問 所以呢在整個獨立出來的農民自主度 跟全部民眾的一些自主度來說呢它的差異性並不大 一個是百分之百的贊成一個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比例贊成 那補充這一次書枕意見的時候 委員要求我們對自主度的一個調查 那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以及疫情的影響 我們用電訪的方式訪問了255個人 那這個主要是在110年1月11號跟12號晚上來激情 那主要區域大概是在中浦水上跟嘉義市 那它的支持比率大概就是21.2跟34.1 那不支持的部分大概是2.7 非常不支持的大概是0.8 那其餘就是沒有意見 那這個提供給委員做參考 謝謝我的簡報 謝謝我想還是麻煩那個開發單位 在做簡報的時候要比較準時一點 剛剛我特別給了你們四分鐘的時間 那是因為那個我們打斷你兩次 但是我們也沒打斷你那麼久 不過還是希望你們以後把這個時間抓得精準一點 好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就要請我們今天的出席的朋友來提供意見 這依照我們的順序的話 我先請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主席各位委員好 這個案子林務局會整的農糧署的意見 農糧署的意見有一點 有關針對園區周遭的農地上的使用作物 農政單位將是 污染風險那為農作物污染監測的對象 以維護農產品的安全 另外 順務局對於這個案子有四點意見 第一點意見有關警官直在計畫 建議可以採用嘉義原生特色的樹種 例如厚大埔實例等等 營造在地的特色 第二點意見 查本案入獄範圍裡面有環景致傷 黑資源等保育類物種和紅皮樹稀有植物的紀錄 請開發單位於第八章環境保護對策替代方案內補充說明各種物種對應影響的評估和保育對策的規劃 第三點意見 有關附入22至42頁提到環景致棲息位置的部分 請納入報告書內的相關章節 另外環景致主要棲息在地面 請將環景致繁殖期納入施工規劃的考量 相關期的保留以及動物動道的規劃 一請建議納入設計規劃裡面 最後一點意見有關這個區域調查發現有 外來入侵種沙士變色溪和綠裂溪 建議在土方植栽辦運作業的時候 應該要避免夾帶衣 避免它擴散出去 以上 謝謝 那我們接下來再請嘉義縣 嘉義縣政府的經發處 主席還有各位先進大家好 嘉義縣政府沒有意見 那因為我們縣府跟地方都很支持 這個園區的設置 以上 謝謝 好 謝謝 那接下來的話就請我們本署的空氣品質 及招音管制處 主席空保處這邊大概說明一下 大概我們看完今天的說明的部分 在書面的資料 的確有依據我們之前本署所提的意見 來做一個回應 那只是說剛在簡報的時候 可能沒有更新的 我想這個地方是不是再確認一下 在簡報的第26頁 那回應之前我們所提到的部分 嘉義縣目前是臭氧三級防治區 所以在你們的書面的一個意見回應的28頁裡面 已經有提到說 針對我們當初所提的 你們原來所提是要用1比1的方式 做抵換原則 是不是合理 所以請你們再做確認 那你們也回應要 臭氧前驅入VOC的部分 是改為1比1.2 可是在簡報裡面還是寫1比1 所以這個地方來講 我不確定 那還是說這個 這個資料來講不太一樣 所以我剛剛有在 所以這個地方請你們再做說明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那個 減量來源的部分 可不可以請我們再做補充說明一下 因為我們當初所提到說 你們減量計算之外 是不是在確認你們的抵換量是不是足夠 所以請我們再做一個說明 因為的確在我們簡報裡面跟書面的回應裡面 好像這一點 並沒有做一個比較詳細的說明 那以上補充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再請本組的廢棄物管理處 主席各位委員開發單位廢管處報告 那我們想是說這個環評就是要來做未來的規劃推估 避免這個將來受到影響 那我們主要是希望這個將來這個園區進駐的事業廢棄物都可以被好好的來處理 那這一次開發單位已經說明跟嘉義環保局有協商 就是說將來的一般事業廢棄物都是由這個嘉義環保局會來收售 但是我們看到裡面的這個產業類別金屬跟這個食品飲料各佔20%的這個產業類別 那是不是可以請大家開發單位去評估說你這樣子的業別所產生的廢棄物 是不是都可以由這個嘉義環保局來這個承諾的來收售 那同時你說有承諾環保局同意是不是說可以這個取得相關的這個同意的這個說明 因為這個過去我們如果是地方政府開發的園區 那地方政府承諾收售那將來這個問題都比較少 那現在是中央開發的那這個是地方雖然支持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看到譬如說台南已經有好幾個中央開發的工業區 已經這個地方沒有承諾收 已經不收了 那這個已經經濟部跟這個工業局跟這個台南市環保局 現在已經在有些增值 那這個我想說位於籌謀 我們還是請你們是不是可以取得相關的同意 那不然的話 那就是不是就把這塊地就拿出來規劃 來設置相關的這個處理設施 那這個就可以來做為後續的因應 那處理設施當然也不是馬上就要設置 也可以有一個期程 像我們開的意見裡面 那你就要滾動檢討你的這個廢棄物的種類跟量 然後來做這個相關的處理設施 避免這個廢棄物流傳 然後這個影響環境 以上報告 我們的環管處他有提供書面的意見 所以請等下開發單位一併回覆 接下來我們再請化學 化學毒物 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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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簽名 好 那要不要簽名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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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會不會有一個一個適用對象 所以開發單位呢 應該在這個開發行為內 採行最佳可行性技術 之後的排放量增量 依照这个本原则来进行增量抵换 并且以非属送审开发行为之温室气体减量措施 来作为增量抵换的来源 那在这次的环说书的第七章跟第八章 有关于增量抵换的内容部分 有提及一些减排的措施 那在报告书内容部分 大部分都是以园区内的一些减量措施为主 那不符合我们这个增量抵换的原则 那请开发单位要做修正 那另外在简报里面有提到外购率电的部分 它也不是属于这个抵换的一个原则 那以上先做说明 那其他详细的一些数字跟文字 有刊物的部分 那再请详见我们的书面一届 谢谢 好谢谢我们再请化学局 主席各位委员及委会的代表大家好 化学局报告 本案修正修订本的版的时候 第八章已经将我本局上次的意见 将化学物化学物质的管理跟紧急应变计划纳入 那这是我们这一次有提的意见 是第八章环境对策跟替代方案的紧急应变计划 在上次的报告出的八字二十一到二十三页 有提到那个紧急应变作为 那也希望说园区能够参照工厂的管理辅导法的第27条的规定 辅导该园区成立那个园区的区域联防组织 除了建构区域的内的工厂危险品的有关的资讯系统外 也要建构工厂跟临近的救灾准备的资讯 系统能够提升区内的工厂防灾跟应变的技术 要纳入第八章的内容 那经过刚刚那个看了一下书面报告的回应的情形 也符合了那个我们这一次提的意见 那本局已经无意见 谢谢 谢谢化学局 好 那我们所有的出席出席的机关团体代表 已经发言完毕了 我们今天的开发单位是经济部 我现在老实说我有一个问题 一直一直一直的疑惑 一般环平通过以后都会有做最终考核 那像比如说交通部高的的做法 比如说他们在公路总级开发 然后就有交通部去看 可是现在这个案子是由经济部 以后的追踪考核是行政院吗 要不然谁来做监督考核 报告属于这边说明一下 经济部同时是开发单位 当然也是木立事业主管机关 对啊 那以法规定的话 木立事业主管机关对园区要进行环平追踪考核 所以就即使是我自己是开发单位的园区 我也有做环平追踪考核的作业 这个叫怎么说他 这个等于就是没有监督考核的机制 报告属这个基本上我们都照环保署的规定 有进行环平追踪考核 而且每次的部分我都有找环平的相关委员来进行做追踪考核 那有些委员甚至于都有到我们这边现场去做 我们不是自己做追踪考核 没有我意见说 那这比如说这个案子 其实看起来都像工业局的案子 那为什么不从工业局来出发做相关的一些开发单位就好了 而且为什么一定要从经济部王部长的那个 那个角度去做这样的一个 跟主席报告这是回到产创的法规规定 因为产创的规定的经济部的主管机关是写金是是经济部 当然幕僚单位一直都是工业局 所以其实回到产创第二条的规定是这个原因 所以才会有这个规定 那因为环保署的法规 他认定的目的事业组管机关也是经济部 所以因为这两个法规重叠上 我们才会有这个幕僚上的成绩上的差异 以上跟主席报告 好那个来我们就 我今天发言会稍微比较复杂一点 第一个先呼应刚刚主席的这个类似像程序的一个询问 我有一个类似程序的一个询问 就是你们今天在这个书面审查意见的回复里面 附了一个附件二 这个是有关于出流管制规划的一个核定罕 那这个附件二也是很有学问的一个附件二 一般我们这个出流管制的相关规划是由地方政府来审核 但是你们这一份文件很明显的这个审核的单位是经济部 好那这个我就要想想请教 除了刚刚主席所提到的这个目的事业组管机关的层级之外 我们这个案子势必会有很多跟环境影响评估有关的计划或规划 需要由机关来核定的比如说像这个出流管制规划或者是水土保持计划 这一类的计划跟规划那目前开发单位的规划你们的现在的一个 整个这些计划或规划的审核单位会不会像出流管制规划一样 又拉到了经济部的这个层级 所以等一下麻烦你们回复一下 跟环境影响评估相关的计划或规划 在机关的审核的权限上面你们是怎么安排的 这是一个因为你们附了一个这个附件二 所以那刚刚主席又提到到底到最后这个整个后续的这个这个追踪 要怎么追踪 所以我就再提一个程序的一个意见 那第二个是建议不是不是意见 就是最近我们在审查还品的过程里面 经常都会碰到因为开发单位的作业并不是很完善 那导致于整个的一个审查流程有可能会因此而延宕 那今天同样的又出现类似的状况 那主席是很客气了 那如果水上园区又出现了简报时间超过将近快四分钟 我大概我担任这个招检我就不会容许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这么大的一个案子这么一个严谨的案子 那开会通知上面明明白白写着简报时间二十分钟 那还好今天是没有旁听民众登记要发言 如果旁听民众登记要发言 那等一下就可以跟你讲说你们开发单位简报 都可以拖超过四分钟 所以我发言的时间我也要拖超过 那这个就会造成整个会议的进行 会受到一些阻碍 所以我刚才会提到说 如果今天是这个水上园区也发生类似的状况的话 那我担任召集的我一定会制止 就不容许你们继续再做简报 那刚刚又出现了一个 这个叫物质还是不小心 就刚好是这张投影片 人家的书面审查一件老早就告诉你说 这个是三级防治区 所以抵患比例是一比一点一比二 一比一点二 那我们现在手上拿到的纸本还是一比一 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那个孙委员 昨天也因应我这样的一个说 特别讲说我在这边我要代表我们这个委员会 对外正式的很严正的声明 如果涉及到类似像这种资料错误 或者是不按照议事规则来的这种情况 那审查有所延宕 那绝对不是这个委员会的责任 这个我要非常严正的对外界呼吁 要不然每次都把这个所谓的环品审查 延宕的责任怪到我们环品委员会上面来 这是不太合理的一个指控 那今天又出现了类似的状况 所以拜托拜托开发单位 或者是开发单位所委托的顾问公司 一定要重视整个资料的品质 跟会议程序的一个进行 那我想礼拜三下午发生的事情 你们大概也很清楚 那也是不按照会议 会议的一个程序 才会出现那样的一个外界 不必要的一个疑虑 所以这个地方拜托拜托 那个开发单位要更加的严谨来看待 意见的回复 简报的程序 以及会议的一个进行 那这个建议 所以等一下不用回复 那接下来我有四点补充的意见 请等一下开发单位 再做一并的一个回复 首先第一点就是在这个 因为今天要看了 陈美联委员的意见 所以我原本 原本只是觉得说 水上跟中府这两个园区这么接近 那空气污染 或者空气品质影响的这个评估 应该要两个园区合并来评估 那现在可能在健康风险评估这个部分 也必须要两个园区来合并评估 这样才能够凸显出这两个计划 在这个影响范围可能稍微比较大一点点的 这个评估项目的一个累积的影响 那这个是第一点的意见 那第二点的意见 就是说你们现在在空屋排放增量的抵患 的规划这地方已经针对几个园区去成立了 这个所谓的工作平台 那今天环管处也特别跟你们提醒 其实在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量的抵患相关的 规划这个地方 感觉起来 如果你们也是整并了这个工作平台 那在整个这个增量跟抵患量的管理上面 可能会比较有效 那外界也会少掉了相关的疑虑 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请你们 在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量的抵患规划 这个地方 也跟 空气污染物排放增量的抵患 一样 结合这个工作平台 那扩充它的一个管制的项目 也把这个温室气体的这个部分把它摆进来 那这样的一个抵患计划的一个执行跟 插合就会更加的有效率 是第二点的意见 那第三点的意见 这个是最近 部分的环品我又开始在注意 因为以前有一段时间是比较没有这种所谓的大规模的整地跟开发 那今天我整个再整个扫过一遍 那看了一下你们回复 狂宝处的这个审查意见的时候 藏了一个很很很特别的一个 我觉得叫藏了一个细节 那这个细节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议题 就是同期最大楼落面积 你们在这个地方是说以25公顷为上限 那这个就我过去审查这种比较大规模的开发 你要一个同期开发面积是25公顷 那整个基地面积也是不过60公顷 那整块地就是有将近快接近一半 到时候会变成是一个揉络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地方拜托你们 这个这样的一个25公顷的管制上限 我个人觉得太过于宽松 所以请你们再行检讨条件 那刚刚一刚开始的这个程序发言 也是我今天写在这个书面里面的这个意见 所以等一下也请你们一并回复 就是跟这个环境影响评估相关的计划或规划 那要由其他的主管机关来审核的你们现在 你们的安排是怎么样安排 那从这个出流管制规划来看 现在你们的安排就是 由经济部这边来审核 而不是由地方政府来审核 所以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计划跟规划 你们的安排是怎么安排的情形 这个请你们一并补充说明 好 以上 谢谢 接下来我们再请李希腿第一位 基本上这个产业延期开发 不是一个复杂的计划 那我注意到就是说 这个地方是一个淹水的浅试区 那并且从一个地质学者的了解 这个地方不仅是过去几十年来 甚至过去几百年来 都是容易淹水的地方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这个我们现在的开发地点 往东的地方 发展溪也好 自然溪也好 那河谷都是深缺的 然后往西它的下游河谷也是深缺 但是这个地方 这个 两条溪之间却是一个泛滥平原 那个是过去应该是经常 有淹水有遗迹的 那所以呢就是说 这个地方不仅是 现在是列为淹水浅市 大家近几十年来会有淹水情形 可能历史上几百年来 也是容易淹水的地方 然后你整个开发地区 你没有 你没有呈现那个钻探资料 但是我可以预举 你应该是 地表下应该都淹泥 过去泛滥平原的淹泥 那这个 这些钻探的资讯 现在应该是你在规划阶段 所以你会有一些钻探资讯 所以应该要在 環平里面也要交代 并且这也是你将来 提供给开发厂商 对一些基本的 基本的资讯 那既然是一个 淹水的地方呢 我也想进一步了解一下 就是说那你靠巴掌溪啊 你的堤防有多高 能够挡多少年的洪水 这个请说明一下 还有你南侧是锦林自然溪 那么同样他有没有提防 这个可以挡几年的洪水 那么你设置有大面积的自宏池 再加上原有的公馆自宏池 那整个自宏池面积真的是相当的大 那这么大的自宏池面积 我认为是有需要的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一个 一渊水的地区 那我也关心你就是说 你那一红池的池底啊 高层有多高 那么两侧河床 自然溪或巴掌溪河床有多高 那么 这自宏池呢 平常 水会积多高 他常常都会积到跟那个 河水面一样高 所以你很可能就是那自宏池 也不是平常就干的 自宏量啊 没有你一定那么大 自用量会受到限制 这点也没有列入考虑 还有你这样的自宏池 这个水的排放 你水的排放在洪水的时候 你的排放是怎么排放的 是水沙门 他可以自由流出去 还是需要抽水 抽水站 还怎么样的 这个也请交代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是 一烟水地区 那我们希望呢 你这个整个产业园区呢 在这个防洪方面呢 也能够做得更好 那我第二个问题是有关于那个土壤液化 土壤液化是中央地质调所提出来的问题 那请你要提供给他 这个你转叹的资讯啊 你考虑的地震多大啦 这些资讯 结果你的回答是说 我采用你的 采用你的那个 那个土壤液化潜似图 这个地质地质他手 当然也是经济部的单位 他的液化潜似图呢 是初步评估的而已 大区域范围的 那我们有 有有产业开发呢 那当然 我们要根据我们现场实际的转叹 每一个口 去做 液化潜似分析 所以你不但要提供赞叹资料 你还提供这些 液化分析的结果 那我了解这个地方是一个 液化潜似低潜似区 这个这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你也要告诉人家就说 那你这个赞叹下去的话 表层可能都是一个印尼 底下有没有松沙层 如果有松沙层 或者局部有松沙层 那也是会液化的 在 所以 地资标准所的液化潜似区 就是低液化潜似区 它也有可能局部地区 有比较有松沙层 有比较高的地下水位 那么它那个局部也会液化 这个都是 要根据实际的转叹资料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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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的 那所以就是说 土壤液化这一部分 你也是要交代一下 包括你的那些转叹 和土壤液化分析 那么再来就是有 这地方是地下水补助的地质敏感区 那我已经有看到 你那个敏感区的那个 地质调查 安全屏幕报告 看过来 基本上没有什么意见 地下水补助这部分 没什么意见 另外我第四个问题就是说 挖田方的问题 你是挖田平衡 但是呢 你又分为第一局第二局 你第一局本身能不能挖田平衡 那所以我们应该要有一张图是 你哪些地方是挖方区 哪些地方是田方区 然后还要交代说 第一局本身能不能挖田平衡 第一局如果不能挖田平衡的话 比如还有土方剩余 那你要规划堆滞区 那将来要给第二局用 所以你第一局这个要 本身能不能平衡 也要说明 好 我就这四点一件 谢谢 好 刚刚李文言提到的一个课题 我想起大概也是世西做的事情 在十多年前的时候 国家生技研究院区 那当时呢 就是因为缺了地质砖探 所以整个开发计划 最后是延了将近一年多 所以本来应该是马总统去剪彩的 结果就变成蔡总统去剪彩 所以还是建议你们把这个该有的一些内容 整理清楚 好 那接下来我们请陈委员 谢谢主席和委员 好 我们再做大家 好 那我原来提出来的这个书面的意见 我想还是再详细再说明一下 就是我还是强调就是 这个化学品的管理应该是要从源头去掌握 好 那我们从健康风险来看就是 他是十公里乘十公里嘛 好 所以这两区我为什么说他应该要从源头去好 一起去看 十公里成功的 那就是已经cover了这个这个两个的范围嘛 好 所以重叠这个是必然的好 好 那我们在做这些化学品管理的时候 第一步就是登陆嘛 那登陆其实他是有集聚的 所以如果是个别的圆区去看的话 他可能没有到这个登陆的门槛 那也许我想我们从管理 从经济部的角度还是希望能够掌握 做所有的化学品的清单 所以我的建议是说 既然我们是同样一个开发单位 那这两个区能够并在一起 来做这个化学品整体的清单 到底有哪一些化学品 然后去做这个登陆 运作量跟释放量的这一个资讯的掌握 那这样才能够从整个后续去做这个追踪 那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 一个管理的一个起始点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了这个化学品清单以后 我们目前当然还没有进驻厂商 所以释放量的排放量的推估 这个都是用推估的 那但是呢 以我们目前的很多的圆区 他是自成其实都已经在运作了 所以我不知道说我们在做推估的时候 有没有去看这一些推估的量 跟他们实际申报 还有他们的这一些排放量 应该还有一个什么 这些这整个的这一些量 有没有去做一个检核 来看说到底他的这一个推估 跟后来已经在运作之间的这个差距到底有多少 那我们的这一个厂商 当然也还没有办法完全确认到底是怎样的厂商 那既然我们的厂商回流 我们其实是很期待了 那但是呢 他的这一个我们还是希望说我们的制程是越来越进步的一个制程 他是一个同样的制程 可是他的那个管制排放量是越来越少 那可以让我们在这个进来的这回来回流的这些厂商呢 他的整个做这个这个污染防治的工作 能够更更进阶 所以这个在进驻以后的这一个查核 就是我们现在推估是以我们以前的排放量的推估 那他们进来之后的这一些 好跟我们推估的到底中间的差距有多少 这个其实是应该要有一个滚动式的去做一个比较 来确保说他没有超过我们的健康风险评估的这个推估的排放量 那这个是这个是一个是第二个 那我想要强调就是说我们的健康风险评估 其实是从管道排放去看的角度去看 那很多的这个例如说金属金属制品制造业 他很多其实是那个益善性的 好就是好的的这一些有机溶剂啊 VOC的排放 然后所以这并没有算在并没有算在我们的这一个 所谓的管道排放里面了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呢 我们从健康风险评估 当然是我们以目前健康风险评估的一个技术规范 我们就是做这样子的一个推估 所以我还是认为说我们应该是健康风险评估是最后的一个做 那以现在的技术规范 他的是不是有超过这样的健康风险 可是最前面的那一个 他真的真的他的各个制程 他的排放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 应该要有一个比较整体性的去计算 跟那个掌握还有去管理 那所以如果是以健康风险评估两个重叠来算 刚刚有一个简报43页这里 那好像在我们的修正板里面我没有看到 所以如果这个有 这个目前是个别去算 然后呢去把重叠的部分 把它加总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数据 应该要纳进去修正稿里面 那我还是建议 其实应该是把它整体把两个区 把它算加总以后再来做这个健康风险评估 那以上是我的意见 谢谢 好 我们再请张委员 我这边几个意见 那个 第一个就是环景制的棋地的规划 那你们现在是规划到 绿8 0.76公顷 那在这个地方 它的东边 西边当然都是你的产业用地 那东边的话是有一些农舍 或是农业用地 但是它中间是有一个大牌在那边 也就是说实际上 环景制除非它有心要飞过去 飞来飞去的话 那不然这个大牌是它的一个阻隔了 那也就是说东边的这些 果园或者是农地它根本用不到 而且很多的农舍 所以这个看起来不是一个很适合的一个棋地 那它虽然连接上北边去 但是那个都是带状很狭窄的 那反而在你们的西边 你们的发现环景是在西边 那你规划让它到东边来 我不知道是你要把它移过来呢 还是要把它赶过来 那原来出现的地方 你没有去规划作为它的棋地 反而规划到另外一边 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事情 那西边那边的话 看起来它旁边的整个的它的自然度是比较高一点的 没有没有这些农舍的 所以请你们再评估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地方是适合的 那第二个就是在水域的生态的车站 你的巴掌溪上游应该有一个车站 你现在的W1那边那个车站是在 整个园区的下面 那你说你的理由是因为放流口 那我们一般说一个影响 不光是放流口 是它整个整体园区的一个影响 包括这个里面有很多的 譬如说净流 这些下雨的时候净流 那有一些土石 那这些全部都会是算 整个的开发基地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在基地的上游 有一站 基地下游有一站 不只是在放流口的上游有一站 所以这个请你们再补充这个资料 好吧 在这个水域车站要再做 那空地的透水率 现在你们给我的大概 普遍可以达百分九十以上 那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规划 但道路只有百分之六十 是不是可以请你们再考量 是不是可以提高 那因为现在已经有一批 道路的敷面 已经 已经是透水率高的这个道路 敷面 你们再去寻 寻访一下 在屏东 屏东科技大学 那个附近 就有整个路段 就在都是透水这个路面 好 还有就是植栽的部分 植栽的部分 那 你们的回答 回答 我跟李培文委员的都说是以原生种为限 都是说以原生种为主 但你们简报又说以原生种为限 那你们去确定一点 因为差一个字就差很多 因为为主的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百分之六十是原生种 其他百分之四十我种一些外来种 没有关系 那我们现在要求都是原生种为限 那你们这个确定一点 不要到时候最后 最后这个如果说送大会审查的时候 你们跑出来 还是一个原生组为主 那这样到时候就很尴尬 好 民意调查 那我请你们再做支持度的这个调查 赞成的 因为那个是一个比较偏颇 那你们也做了 做了250份 那我这边有一些小的意见 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这个园区的北边是嘉义市 嘉义市人口密度要比中府乡 和水上乡来的高 那我们一般做民意调查 应该是一个按比例来抽样 那你的抽样 嘉义市没有那么高 北边没有那么高 然后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在在你前面的面坊资料 同样是一个是260份那个面坊资料里面 这个没有意见的是 没有意见的比例非常低 只有0.4% 农民的是没有意见是零 全部都有意见 不管赞成不赞成 结果这个电坊 有41.2% 没有意见 那这个差距太大了 两个差距太大 就是说 如果你是随机抽样的话 不太可能 就算你的题目 已经有一些改变 好像不太可能出现有一个项目突然变得这么大 那所以这个抽样和你的这个 你给民众的那个讯息是不是都一样 那造成这样这么大的一个差距 因为我的想法可能一般的农民对这个没有什么意见 我才想根据你们调查大概这样 那可是嘉义市那边 嘉义市的隔离一个巴掌溪 它有工业区设在那边 那它也会都很赞成 或者说是没有什么意见吗 是不是这样子 那所以你这个 我觉得这个可能有一些问题 好 那最后一个 就是 你们中浦园区和水上园区的区分 那你们这边提供资料是 中浦是 以这个新农业为主 中草药海洋生剂养生食品 长造产业链 但这个里面 你的引进产业里面 也没有中草药也没有海洋生剂也没有长造产业链 都是机械汽车零件 然后这个电子电子的这个 跟一般产业园区差不多 没有什么特色 也就是说你这里面只有食品业 那你这边特别标明是养生食品 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个产业园区好像定位并不是非常明显 也没有好像没有一个利用在地的优势 或是经济部有什么样的一个有一个前瞻性的 所以我现在几个园区 尤其是你用了台唐这四个园区全部都用台唐的土地 那族行委员有提到一个资料说台唐在1945年的时候 有十二万公顷的地 那现在只剩下四万公顷 少了三分之二 那其中有一万公顷是作为工业工业工业区 那你们再加上这个四个园区里面 这个是不是优良农地慢慢慢慢都变成金春寒石到现在 那如果再没有一个好的一个说辞 说我这边是一个比较特别的 譬如说大普美园区那边 他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规划 那你这个这个话好像就是 我因为台商要回来很多 所以我就涉了涉了很多 那反正台商大概都是电子机械或什么 他他这个大陆那边这个 我们不说混不下去了 就是说他反正要回流的时候 我们就按照这个比例给他们 好像这样规划的话 不是一个有前瞻性 那这个就是看需求 那看需求的话 我们担心的就是说 这边如果蛮多是污染性的工业 就算你在这边设的很多的 这个很多的环保的措施 到时候可能还会还是造成一个 很不好的一个结果 好以上 再来我们再请简委 谢谢主席 以后的各位委员跟相关单位的代表 那书面预见的部分 那这个谢谢开发单位有回应 但是有些回应并不是很清楚 不过刚才在简报里面有一些这个资料 那么大概是有match到这个回复的问题 所以我这边大概针对这个部分 那么再做一些说明 第一个部分就是用水的部分 那用水的部分 非常谢谢开发单位 也重新去做一些检讨 那么希望能够这个提早在120年以前达成80%的这个用水回收率 那我这边大概就建议 就是说这个你们也承诺可以提前 那这个提前的时程 有没有一些可能比较具体 或者是利用开这个工业区开发完成以后 那么他在某一个时段 比如说五年 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那么来做一些论述 所以这个有关于这个提前在120年提前达成80%的回收率的部分的时程 那么请再做一些评估看看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原来的这个问题里面 对于这个温室气体体患对象做法 其成跟预估温室气体的这个减量的部分 那在简报里面 那么非常谢谢 大概也做了一些盘点 那么有一些比较具体的说明 那刚才相关主管机关跟委员也特别提到 那么其实温室气体的抵换 大概主要都来自区外的减 这个减排量的一些进行抵换 进行抵换 但是你也在你的简报第四十 我看是不是四十二月 四十二月是目前的检判的一个状况 那请看一下这个简报的第二十二月 那简报的第二十二月呢 我大概看一下大概是目前在期内的部分 那么你们也做了一些这个推动这个节电的一些相关的措施 所以这个部分我是建议也许就强化具体减能减碳的一些规划 然后说明你这些措施的减碳的效益 因为这样的话大概就可以了解到 那么在区域里面减碳 因为配合政府的气碳 我想经济部也是主管机关之一 他未来产业要转型的 其实这个2030跟2050的 这个进行减碳排放的一个目标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可以强化 那么做一个说明 那另外一个补充意见 是今天简报所提出来的 那么在这一个 第21月这边 那么因应极端天后 那么提供的这个韧性计划 那我认为这个非常好 因为这是在扣合联合国目前的永续发展目标 的第13 Climate change 或者是其他相关的部分 那这个内容呢 大概都蛮严格的 那是不是有一些 比较具体跟本计划 能够连结的一些比较具体的作为 那也能够纳入到 我们的计划里面来 那我认为这样的话 就能够真正落实 那么你原来的这些的 供水的韧性 那么来确保延区 它对气候变迁里面的一些具体作为 这个做法很好 但是就把它 比较具体你可以的一些作为 那根据经济部 主管机关的一些原则 那看看我们这边可以做什么 一个是在外面 一个是内部的 大概是这样 以上大概就是 两个补充意见 那么还有一个 今天的简报里面的一个补充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再请 刘委員 主席各委员 以及与会代表大家好 那中间意见大概都有回复 但是我觉得有些部分 还是在讲清楚一下 因为 这个圆区跟水上圆区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 都是要吸收台商回流的这个部分 那我在问卷 问你们就是说 你们的问卷调查 都是相同的问卷调查 你们说 你们有分别调查 所以这点来说的时候 我想要请问一下 你们所谓的分别调查 中浦跟水上两个圆区 你们是分别调查 调查的对象 是不是都是完全 因为台商应该都是相同的 一样的 因为我只是比较 我只是比较担心就是说 两者会不会有一些重复的 这个部分 我希望能够再说明清楚一下 因此呢 这样衍生出来就是 我们这里都有问到 就是说 中浦园区跟水上圆区 他们发展来说的时候 定位会不会太 因为你们的目标 前面的那部分 我不晓得是会像抄来抄去 都几乎都相同的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来讲的时候 你们现在在你们 powerpoint这一次来讲 第45页 第45页 你们有提到说 两者之间的一个差异性 就是水上圆区来说 是生态 生态医疗 航太还有食品加工 中浦市 智慧园区 还有这些的部分为主 那你们运气不太好 我刚刚正好 把水上圆区的意见表带错了 带来了 结果在同样的意见里面 也有问到 你们来讲说你们的面积 同样的规划来说的时候 才像金属 电子机械设备 这些来讲也都是占了 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这个部分 所以说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从这个地方来讲 你们这些的引进的 你们所谓的这些引进的这些产业 还有你们面积的规划 看不出来跟这个圆区特色的一个观点性 到底是什么 那另外就是说 中浦园区里面 以这个为主 中浦园区来讲的话 你们机械 你们说说以智慧的农业 还有就是说是以智慧的电动车为主 那我另外我就想要请问了 在你们引进的产业的大项里面 那跟未来来讲 你们怎么去运作这个产业引进的这个部分 另外这样的话就牵涉到 陈伟与他做的健康风险 一个智慧型的农业机械跟一般机械是相同的吗 所以这个部分来说的时候 我是建议就是说 你要回答两者之间的差别性 就直接讲清楚 因为你这样的情况之下来讲 跟报告书里面来说 没有办法厘清就是说这两个这边的一个差别 那第三个来说的时候 就是我非常关心的就是 产业二的产业用地这个部分 你们产业用地来讲说很重要 你们也认为就是说 先到新南那个地方 东南那个地方是希望能够 也要服务乡乡村区的军民这个部分 但你们规划的部分来说的时候 面积是零点五五公尺 然后你们说最大可以提供到三千坪 那第一个来说的时候 我要知道你们间壁容积 到底是这个这个楼地板面积怎么出来的 那为什么可以那个满足聚落一千多人 跟这个地方两千多人 将近两千两百人的就业的人口数 因为我为什么会这么关心这个部分 因为你们这个园区靠近嘉义市太近 因为走北边来说的时候就是嘉义市 如果说你们这个园区无法满足 这个园区吃饭中午中餐或其他的部分 那这些人全部都会都会涌到嘉义市去 那到了嘉义市我很担心嘉义市 它的要过去的话一定是骑车或开车 不可能步行过去 中午吃饭的时候 会不会造成嘉义市的交通的问题 所以说我比较关心的这个产二用地来说的时候 你们在那么边面的边陲的区位 如何去服务到整个园区的这个部分 以上再大概就是我这三个意见 我有一点意见 我要稍微说明一下 第一个就是那个 环景制 还是环景制 还是接续我们刚刚张委员的意见 其实环景制你们要这样驱赶他 我也没有意见 但是呢 现在的做法就是你不能够你先整地 然后呢 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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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 再做警官的安排 那简单讲就是你在做整地的过程 就把他赶走了 那他怎么会回来 而且你们还要25公顷的那个裸裸面积 那如果这样讲起来的话 几乎是把我们这边的环景制 全部把它请到别的地方去 等你做好这个相关的位置以后 他怎么会回得来 就像林文菊最喜欢讲的 你要有狼道 你的狼道在哪里 那这个看不出来 所以我的建议是环景制的部分 最好最好能够先执行 也就是他那块地 他怎么样去安排 让他能够适合 然后接下来 你怎么把他请到那个地方去 我倒没有意见 但是你要还是要遵守 野生中文保育法的一些规则 那第二点是这个又叠职务 我们每次都写的非常漂亮的文字 特别特别是在环评会场里面 我们每每一个开发单位 在写这些文件的时候都写 LID 或者是什么绿能 或者是什么太阳光电板 什么什么 然后还有今天看到了很多 这方面的东西 我没意见 但是呢 当你写了这个 幼鸟幼蝶植物的时候 我就会开始问一个问题 你要幼鸟幼蝶 每一种蝴蝶都有它特定的需要用的植物 也就是他们讲的 我们讲的石草跟蜜圆植物 那比如说你弄了一个叫什么 马多林好了 这个马多林是那个黄长凤蝶 或者是我们讲那种类类的凤蝶 所需要的东西 可是你周遭比如说十公里 或者说我们现在生在料子 还是一公里范围里面 没有这个黄长凤蝶的出现 那意思就是说你即使在种了非常非常多的马多林 你还是没办法吸引那个黄长凤蝶的利用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你的幼蝶植物 应该要根据你的生态资料 所得到了那些东西 然后呢 试着去做一些改善 那为什么会这样要求这些所谓幼蝶 当然第一个是台湾本来就是蝴蝶王国 可是被我们搞坏掉了 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个环平案能够做一些改善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 其实这块地 可能还是有一些可以改善的空间 也就是虽然说我们不能够强调 你每一个物种都能够做一些适当的保育 但是至少该有的一些作为 你把它留下来 就像有些时候我们在南科 桥头岩区的时候 希望他能够保留那个炒销 一样的态度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其实对我来讲 这个最近这几年在环保署 单位环平委员 我就觉得有一些贡献 那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够帮忙 我们有一些贡献好不好 这个又跌植物的部分 请做适当的一些处理 那我们有几位委没有出席 我看了他们的意见 我想再做一些进一步的询问 第一个是这个太阳光电的设备的一些 现在我们承诺要做 可是你要做的时候 它的量 比如它的发电量有多少 可不可以做一个说明 这个发电量 跟我们这个沿区所需要用到的电量 是占比有多少 这个可能麻烦做一个适当的估算 那绿建筑 绿建筑我以前曾经跟一位 现在退下来的一位 内政部营建署的署长沟通过 他说呢 其实只要在是我们政府机关的 相关的一些建筑物 都应该要考虑 这个所谓绿电竹的一些考虑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不一定每一栋都是所谓的 一定要达到这个规矩 但是呢 只要是政府机关的 最好能够有一个合理的内容 那我们最近在强调的是 不是60分的标准 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研究生的标准 研究生就是70分 所以你现在今天所提到的 我只要合格级 合格级就是我讲的60分 考虑考虑可不可以再几栋建筑 把它变成是到70分的标准 好 那这是我们今天所有委员的一些意见 那我们接下来就请 我们还没有进步要再补充了 如果没有 我们就先请开发单位做终的回复 首先跟各位主席跟各位委员 就刚刚因为简报时间 那个耽误程序的部分 在此跟各位委员 跟主席还有相关单位致歉 因为当时可能我们是太想要把它 没有没有落到这个程序 这个这个之后我们一定会 因为我们后续我只要经济部 只要过程度 我们都会主动的跟各位委员致歉 说看能不能再给我们机会去做相对应的简 这个李委员 我们今天有三个李姓委员 是 我们的意见你表达很清楚 其实就是为了 如果真的有外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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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 就是也有特别提点 就礼拜三如果那个案子 比较大的可能会引起承认更大 这我们了解 这非常谢谢委员的提醒 那第一个事情就是 刚刚委员中也有在讲行政上的东西 就是其实公务员 我们基本上都是公务员 大部分都是要依法行政 所以很多法规上 如果说他授权给哪个机关 他要进行审议的动作 我们大概都会照这个法规去进行 就像刚刚讲的那个初六管制计划 当时法规里他的授权是经济部 只要中央省就是中央去弄 那这个法规是已经有个依法 那以我是开发单位立场 我当然就是要照法规去做 那其各单位我们后来也其实也都 有看过他们纪录 其实他们审查的过程中也不会是单一单位 他们也会找地方的相关环保单位 来做综合性的检查 所以相信我相信他们大概都有一定的专业 去做这对应的审查 也有找委员去做审议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在审议上来讲 因为我们是开发立场 我们不太能去干涉各主管机关 他的业务的分工 这个部分可能也跟各委员去之间 但是我们相信审议上 我们绝对会是尽量去做公平上去做处理 那就回到这个案子的本身 就产业面的部分 其实 就是程如刚刚简报所说的 其实我们深大投资方案里面 光台商回台总收支 已经到9686亿了 那还不包含我们的更由台湾 跟中小企业 大概会有一亿五千 那这几个园区在产业需求的 这么殷切的情况下 他产业用地的需求是很大的 那我们其实也有针对 这些园区做一些各的 对不起 这个我想要打断你一下 如果说产业需求需要这么的殷切 可是那你去年3月就进来了 那你为什么不快一点把它弄完 我没有搞不好 帮助你把这个案子过关呢 跟委员报 就是我想讲 就是因为现在问题是说 很多台商回台的时候 其实发现台湾的工业用地 现在很多都已经到一个程度了 所以其代表这个需求是很大的 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尽快去开发圆区 去满足大家的需求 能够至少有定的量 去把它做供需做平衡 但在这供需的平衡中 我们就要进行做一些相对应的规划 那程度刚委员说 我也希望我们慢慢有一些前瞻性的做法 所以我们其实一直在从 很多的地方去做考量 比如说很多委员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们都找台糖的地 可是如果我们不找台糖的地的话 我们可能要找私有地 私有地可能要走一些征收程序 那可能又更复杂 所以我们已经用最快的方式 去跟台糖去做合作开发 那我们也担心这个地没有好好的利用 所以我们这个园区呢 我们就规划用止住不受的方式 至少这个所有权的部分 在机关上可以去做妥善的控制 那我们当然在规划的时候 因为我们现在规划阶段 规划完再来会做 那个预登机的阶段 预登机阶段完之后 才会做实质的开发 那如果预登机没有到一定的程度的话 其就开发成本效率来讲 其实不会到 那也就是到 没有到那个成本效率的话 可能这个案子的开发的 就不会是做开发的动作 也就是说我们在规划的过程中 虽然我们想了很多 那如果 当然也有些委员会质疑说 我们的需求到底有没有这么大 我们也会看我们最后的需求 如果我们最后实质需求 没有到这么大的 我们没有到一定的程度的话 我们也不会去做实质的开发 就是我们的规划的东西 有可能就在规划阶段就停了 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前瞻的做法 不不不 如果是这样我就非常的不满意 是 就是你要搞一个烂尾楼在那边 然后你把一个農曆 跟委员报告不会是烂尾楼 因为还没盖 还没盖 就是他还没盖 就是因为他还没盖 因为如果说我盖了才会是烂尾楼 所以我现在在做的东西是说 我在规划阶段 把尽有所有可能的东西去想到 但是规划的东西很多东西是有它的风险 规划东西不见得都准 所以我们会在规划阶段之后 把所有该想到的东西尽量去想到 那如果有些东西跟我们想的有落差的时候 我们也尽量不要对这块地造成太大的损失 或者造成他很大的破坏 所以我们都在规划阶段 然后我们会预登记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我们才会做实质的开发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烂尾楼还没盖 我们至少是做最风险最低的控管 而不是盖了以后让他闲置在那边 所以这个是我们想要跟大家讲说 我们其实这是我们比较相对应的前瞻性的做法 并不是说盖了 然后再去做后面的招商 万一限制怎么样 这个东西跟我们过往的做法比较不一样 那我们在土地整合上来讲 我们就是必须要去找台上去做合作开发 去做后面的东西 所以这整个套路上 我们是想要朝这项去走 那我们也会配合我们的实际上的需求去做整体上的开发 所以这个当初我们在台上回合做这个园区的规划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照这样的构想 并不是说像以前过往的开发模式 先计划先过了 过了之后开 开了以后再招商 那没招商到就真的是一个烂尾楼在那边的时候 所以我们想法现在已经有点跳脱 跟过往的方式比较不太一样 这是我们比较相对应前瞻的做法 那当然我们有很多的相关 那各位委员也给我们一些指教一些意见 那接下来部分就是就细节环片的部分 我再请我们的相关段位跟同仁来进行回答 以上说明 谢谢 首先先谢谢主席跟各位单位跟各位委员的保贵意见 那也针对我们的一些程序上的问题也在表达歉意 那我们后续一定会来做一个改进 那刚才各单位有提到的一些意见 包括领务局这边提到的这个 有关这个建议的一些特色的诉种 我们会把它纳入我们的承诺的一个 植栽诉种之一 那我们会把它纳在我们还说书的报告中 那我们在答复也已经有承诺 那另外就是有提到有关针对保育类物种 这种特别的一个措施 那我们在答复也有说明有关 黑资源包括大观灸、环景志、鴻木野博老人 不同的一个保护措施 那这些保护措施呢 我们都会一一把它放到 还说书的报告当中 来做一个具体的一个承诺 那另外有关提到这个 环景志的部分 希望我们的一些保育措施 能够也是放在报告书中的具体承诺 我们也都一样会把它放进去 那环景志这边也刚才各委员也有提到 就说环景志的这个措施 希望能够提前来实施 这个我们可以来承诺在工序上的部分 针对这一块的保育用地的部分 会先优先来做一个处理 那我们在后续的部分 会很明确的来说明这个 开发的一个程序 会把它列在一个优先的 开发的一个位置 那另外就是在这个 空保署这边有提到 就是说这个抵换量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有足够 那因为我们在过程当中 其实就针对各个措施 包括说比如说这个抵换的这个 比较高污染的这个 车辆的这个部分 我们有计算过它的一个污染量 跟它的数量 比如说这个二行程 或是高四期 四期的一到四期的这个高污染的车种 我们大概部分起来大概 个别大概都要一千五百台左右 这样才会足够 那另外也会搭配 所以福利污染源的部分 跟相关的一个锅炉的这个改善 我们也去查核到不同的 我们在工业区里面 我们所管辖道的这个 它的锅炉的一个使用量 它的一个使用的这个燃气 干油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我们也估算过 有一个整体的检核 那这个部分的内容 我们也有跟加益县政府 来做协商 所以这个内容 其实都有跟加益县政府 有确认过这个内容 的数字 其实是可以满足 我们的抵换的需求 那也经过加益县计刑组 我们可以采用这些措施来办理 那当然因为这个措施 是我们现在目前的数量 是用估算 概括的方式 所以我们目前还是希望 能够就是有 未来依照实际 实际执行的状况 来做一个检核 所以才会把 也感谢这个加益县政府 環保局也同意说 可以拿入我们这个平台 去协助我们来检核 这个计算的相关的量 来达到我们可以确定 可以达到我们的抵换的一个数额 那另外 有关费款处提到的 就是说 这个 有提到 他有一些提到说 食品业或是金属业 这个部分 是不是说这个废弃物的部分 是可以 都可以由这一般 事业废弃物来处理 但 因为食品业金属业 它其实有很多是可以回收的 比如说 它这个金属的下角料等等 或是说 食品业的一些 食材的部分 它可能都是属于可以回收的一个部分 所以基本上 这大部分东西 其实很多部分都是在 开始端就已经回收掉 就并不去 就不会去再去做 这个相关的后续的处理 那 至于说 其他的部分 当然是如果他有一些包材 或是其他部分 那当然就有可能 有需要到 一般属于 一般事业废弃物的部分 就会有回到 一般事业废弃物部分 那就像我刚才讲的 它大部分是属于这个 下角料 或是说一些 碎食料 或是说一些厨余 等等这些资料的话 的 这个来源的话 大概是就有个别不同的回收的管道 跟再利用的管道去做处理 所以不会进到这个 一般事业废弃物的去处理的这个流程 那另外就是说 有提到就是说 是不是要我们有 有相关单位的一个 这个 在线环保局 有同意的一个处理的内容 我们在这个 我还评的这个 包括处理的附入二十二之四 这个地方我们就有 附这个相关的协议的同意的 会议内容 那请 那个也请可以参考 那另外就是针对这个 废弃物的检讨 因为其实在整个 包括这个 整个包括这个 焚化炉的这个整改的 这个问题也整个 经济部跟环保固 环保部这边也都有 有持续的在做一个检讨 那这部分来讲 其实各区域来看 嘉义县这个地方 是比较不 会有 比较不存在这样的一个 问题的一个 一个场域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 所以 我们原则上 跟嘉义县政府这边 也取得他一个同意说 可以处理我们一般的 失业废弃物 那当然我们还是有保留 这个 废弃物的处理用地 未来我们会依照 整个的实际上的 这个废弃物的产生的状况 也会持续的来去滚动 见到说 是不是有需要 来做相关的 废弃物主义设置的一个设置 那另外 管署部这边有提到 就是说 这个减排的措施 是不是 有提到说 我们都是写到削减 其实我们是有分两个 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属于这个区内 自己减排 那这不算在抵减的方面 那另外 我们有针对区外的 取得区外减排的部分 才纳入我们的减排的一个计算 这是另外一个方式 那前面 因为一开始 规定就是需要 就要采用比如说BAT 等去算出 我们自己的消减量 所以一个减量的 一个自行减量的 这个减量的一个承诺 所以我们在报告书 里面也有提到一个 这样子的承诺值 在五之一的时候 有这个表的这个部分 也有承诺这个消减量 那当然 那在抵患的部分 我们也依照这个相关 抵患原则 也会陆续来每年 会抵患百分之十的 这样一个方式 来做办理 那可以减量的一个措施 我们也有列举 相关的减量措施 来做 可以取得 抵患来源的减量措施的对象 我们也有做一些说明 所以大家包括说 刚才提到一些 比如说区外的锅炉的改善 或是区外固定位来源的改善 等等 这些的相关的内容 就是我们在区外的一个减排 抵患的部分 另外化学局提到这部分 我们已经有做回应 也感谢化学局 也支持我们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六元提到说这个 有关这个 这个比例上 我们这个部分 我们就不好意思 那这我们后续 会来做一个改善 那有提到说 这个合并计算风险评估的部分 原则上 那其实我们在这次的拉夫 已经把这两个部分的计算 有做一个合并 那等一下我会再请我们 江峰贤的老师再做进一步的补充说明 那至于说这个温室气体减量的这个 是不是也要纳入这个平台 那因为现在其实温室气体有一个交易的一个平台 那这个交易平台是我们会 在交易平台去取得 当然这个相关的额度的来源 可能是这个是之一 那另外是不是要跟环保局 这边来做一个平台 我们可以来后续来跟环保局来洽商 是不是有这样平台的需求 但我们也很乐意说 也许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结合跟协助 那这样可能也是一个两全其名的方法 在环保局也能够得到区域性的减量 那我们这边也可以得到相关的减量 那至于说裸露地表的这个部分 我们在过程当中 我们当然是以最大的一个可能性来做预估 不过那委员对这部分有疑虑的话 我们会来做相关的检讨 是不是可以把控制工序 或是相关的一个措施来做减量 它的减少它的裸露地面 那我们会从减少到25公顷跟15公顷 这两个目标来去做相关的检讨 但是能达到15公顷左右的这样裸露面 那原则上我们在各项的措施来看 应该是可以以过去的经验来看 应该有办法可以去尽量去做到 那这我们会来具体来承讨 是不是又达到具体来再减少这个裸露面 到20公顷或是15公顷 那另外有关这个 确认提到这个巴掌溪的这个部分的话 因为巴掌溪的部分这边 其实我们先回答这个自动支部分 我们是用自由流的方式 那所以说它实际上是我们有个设个厌口的高度 那让它自由是依照那个到水位到那个位置之后 自动的一个闸门 那如果有需要把它关闭的时候 会先把它先行关闭 那有需要排到这个一定的安全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就大概排除 那目前这个巴掌溪的它的整个 提顶大概是在26米左右到27米左右 那赤兰溪跟巴掌溪都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高度 那巴掌溪有的地方比较高一点 大概提顶大概到30米左右 那赤兰溪的核床的底部大概是在14到15米左右 那地下水位大概是在19米以下 就是高层是在19米以下 所以原则上如果说在这个自动池的这部分 如果我们这个自动池如果是在高层是在这个19米以上的话 原则上它就不会有这个常态的一个蓄水 那原则上我们是会有些许的一个呆水位 目前看起来是它应该有些许的地方 可能会有达到这个可能会到这个位置 那会有些许的呆水位 那原则上都算在我们这个预意量里面 所以是不会有影响到我们本来就需要的这个自动量 这边是跟委员报告我们这个部分都有去考虑到 那另外有关这个铺兰溪化 这部分其实我们在这个专探的部分 可能我们在我们同事这边在专业同仁 这边在回答的时候可能他有点误解那个地资料所的意思 那可能他是认为说这个资料来源是什么 他是有先回答说资料是由我们专探的成果来提供 那我先把这个资料也秀给各位委员来看 那这个 这个就是他这个我们在区内的一个十个砖孔的情形 那我们就是依照这个十个砖孔去评估他的一个土壤液化的浅势 那所以这样的资料其实我们在原本的 管中报告书所显示的图说 就是依照这个砖孔的资料 所计算出来的结果去显示 那我们也回答说我们是依照这个资料 那只是我们这个专业同仁 他是认为说可能地料所的资料可信度比较高 所以他说他会再补充这个地料所的资料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可能原则上我们还是会两个都是并列 因为自己专探的还是比较实际 所以也却比较接近这个实地的位置 所以这部分基本上我们会这样来处理 那另外就是有关这个 有关民调的这一块 那因为民调其实我们在这个访查的时候 因为第一次的第一次跟第二次的访查 那对象我们有点扩大到农民这一边 那这个访查部分其实当初都是用面访 那面访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比较能够有长时间的跟对方来做这个互动跟互谈 所以他可能会比较容易了解这个计划的内容 那也许我们配合我们书面的资料的展现 他也比较容易了解这个计划的内容 也因此他可能就比较容易有表达他的意见的机会 那在电访的时候 因为辨认只有在电话中来做说明 他没有图像可以看到 也没有办法可以互相的一个长期的对话 所以也会造成这样比较大的变动 所以也可能就是造成这样的情形 因为比较多会有访问的对象 会没有表态就是表示说他没有意见 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也跟委员报告 那另外就是水域调查的这一块 因为水域生态调查 其实我们是有在他的上游来做调查 那可能是在我们在生态公司在回答的时候 可能没有表示的很清楚 那实际上我们放流口大概是在赤染西 我现在箭头比的这个位置 那其实在我们在上游的地方 都有做相关的一个监测的点位的一个 一个生态的调查点位 那当然因为这个地方是巴掌溪的部分 其实是不是它是后面才最后汇流 所以我们汇流点是在这个位置 那这其实也是属于我们在汇流点的一个上游的点位 那也跟委员报告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在上游的点位的生态调查 其实也都有做相关的一个调查 那另外有关提到这个产业类别的这个特色的问题 那因为回到这个我们这个简报内容的一个说法 那个其实我们这个在这个产业在设定当中 其实最很重要的一个调点就是说 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产业的链接 那跟附近的区域能够有一个串联 那因此也两个园区有特别的不同 就是在东侧的这个中浦园区 那比较接近大浦梅跟头桥跟明雄这个公园区 那这个地方就比较偏向于机械工业等等这些部分 那所以我们就在以这个农业机械为主 来做一个跟他做的串练成一个发展的一个轴带 那西侧的部分就会有结合比较相当多的一个科学园区 或是医疗园区这些 所以我们会把生疗生肌医疗的部分把纳进来 那他也有一个航太的园区 那也刚好可以跟他结合 所以两个市面是有这样的区别 当然食品加工业大量的厂业都有 为什么会都有 因为他其实就是当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要向 所以这两个部分其实都会有 但是他个别有不同的特色产业 所以也跟委员报告 那另外检委员也提到说我们用水回收率 是不是可以也提前 是不是说可以提前五年达到这个目标 例如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的想法是这样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在用水回收率的部分 针对比较高科技部分 已经要求他提到86%了 那针对这个比较传统的部分的话 我们会再辅导他 那我们的想法是说是不是在五年 我们会先检讨一次看是不是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那我们来继续来去承诺 就是我们五年的时候 我们先检讨一次 我们能够达到的目标 那把目标去提高 那当然我现在不能 没办法具体承诺说我到底能够 这个达到多少 因为现在还没有去做相关的研讨跟演习 所以我们是希望是说在实际上操作之后 也配合五年之间的一个辅导厂商的状况 来去了解他的可能可以回收的途径 可以再利用的途径等等 来提高他的用水回收率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能够在五年的时候 能够确实的在检讨提出一次 他的一个相当的一个回收率的一个目标 大概是这样子 这样跟委员报告 那如果是委员还有另外的意见 我们等一下再来做说明 那另外就是有关这个体检的这个部分 那个温室气体体检的部分 当然我们这个我们是希望是说有一些 比如说2030年或2025年的这个目标的等等 这些资料 我们目前还是配合这个相关的 其实的这个做法 我们内部有先做相关的一个减量 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节能的部分等等的 那绿建的部分建筑的部分的话 我们是可以承诺来做一个达到比较提高他相关的一个目标 那至于说这个7成的减量 我们就是以配合这样的10年的这个抵患的一个原则 就要做连续10年来去做抵患的原则 我们去把它定出我们的一个的一个减量的一个成效 那另外就是会去滚动检讨他的逐年减量是不是能够再提高 那是不是来源还可以再做相关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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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 那其实我们下面提到的说区外减量部分 其实就是有点像国外的过去本来刚开始有提到的一个系列的模式 就是清洁机制的这个模式 就取得这区外的减量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都会来去做 来想办法去把这个量来去做的就做减少跟抵患 那另外就是有关那个有水 提高那个水的这个韧性的这个这个这个问题 因为在这一块的部分 其实在经济部他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配到这个措施 他就是把整个区域包括整个全台湾 他都做一并的检讨 用水韧性那一块 那这一块的话他针对包括他把这个所有的公寓 公寓北中南的公寓网他也做一个串联 他希望能够就北中南未来可以做全面性的调度 那也互相的支援 那包括他的所有的设施呢 那希望能够减少他的漏水率 他减少他这样的执行相关的一个管理 那减少的他相关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调整的一个一个使用的一个浪费 那另外就是在水源的部分也尽量去做 适当的调度的那科技造水部分 他提到的是主要是海水淡化跟再生水 那再生水部分他比较在缺向在其他的原 其他的县市 那嘉义县这个地方比较缺少这个再生水的 这一块的科技造水 所以这部分我们也配合他的这样的理念 我们也做了中水道的系统 能够来去搭配说希望能够去把这个水的部分 能够尽量的去运用 那当然他提到的区域供水网路的串通 就刚才提到的北中南的串接等等 那这个串接之后 那对我们原区市委有相关的一个注意 那至于我们内部的话 可能就是会把各厂商的部分 这部分他们的除流的这个用水 那就是很好的就最精烈的一个调节跟管理 那至少会蓄水到三日以上的这个部分 那厂商会蓄水一日 那这个部分就是有点类似像可以做比较好的一个调度 来达到他这个整个用水的一个韧性 那另外刘委员提到的提到说我们这个台商的回流 这个调查的部分 其实我们的两个园区所他有调查的进来的 他的我们计算的他的台商的都是不同的对象 所以我们那个比例上都是他这部分都是不同的厂商 所以那个占比都是不同的厂商 那也跟委员报告 那另外就是那个 主席刚才提到这个有关配合这个执行的部分 我们一定会来执行 就是我们会把提前来做办理 那太阳能发电的部分 我们已经有承诺就是在建筑的这部分 我们会要求厂商有50%的这个物顶的面积来做这个太阳能的设置 那至于他的发电量会多少 我们大概我们会大概可以把它概括一下 那这个大概会是有多少的一个发电量 不过这个部分应该是就是一个数据的产线 那我们已经有承诺说 会有50%的这个设置的这个能量 这个是没有问题 那其他的有关健康风险评估的部分 我再请这个我们老师来做一个回应 大家好 主席各位委员 各位先进我是成功大学 史安所的陈秀玲 我针对这一次 因为陈美联老师 刚刚对于这个运作量跟排放量这两件事情 那当这个这个计划其实参考了很多环品的这个资料来源 那其中有一个最大来源是来自于大浦美 那大浦美当年调查了85个工厂 他愿意进驻的 他提供他的化学物质清单 以及他的排放量的资料 然后再针对当年我们针对这个厂评估的这个就是空物的就是防治效率 那当时我们用比较保守 就像制造业我们只给他10到40% 然后像机械业只给他10% 因为大部分的工厂是没有管道的 所以他是用易扇型的方式 那这个表示说他的排放量不会到太远的位置 那如果今天看简报的33页 其实水上跟中浦这两个圆区 他们重叠的部分应该是在水上 因为水上最大的就是影响区是在后壁 但中浦最大的影响区其实是在中浦 那水上的部分的话 如果我把两个圆区的最高风险来做相加的话 目前最高风险的可能性大概是5.55x10-7 所以应该这两个圆区相加之后 还是在就是百万分之一之内 以上 主席那最后 我是最后终结一下 我是工业局主任秘书周冲斌 那因为今天我们负责开发单位 那我想这两年整个台湾的产业的发展 的确是达到蓬勃发展 然后整个制造业除了原本的台商回流以外 其实在地跟流台湾的厂商也发展得不错 所以未来行政院就是为了提供这些 回台的台商或者是原本在地发展的台商 有一个好的发展的机会 所以我们努力去开发一些一些圆区 那第一个这个开发圆区 我们也希望能够造成当地的发展 所以刚才委员有提到 包括中普包括水上我们的定位 其实我们也配合嘉义先政府的整个国土规划 所以我们在圆区设定的时候 其实大概有考量这一部分 因为当地嘉义有很多的食品加工 或者是汽车领主建的厂商 那他都是在靠近大普美 所以我们会在中普地区以这个地方为主 然后希望让他们往智慧机械的领域的发展 那整个引导他们往这个高职化的发展 那另外因为 因为在水上其实他是比较已经比较成熟 所以他其实可以配合嘉义先政府 来发展一些相关应用的产业 所以会有一些智慧城市 或者是有一些 一些航太的新的应用 我想大概我们希望这个圆区的开发 除了满足厂商用地的需求 也可以配合当地政府的整个发展 让他整个提升他的就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当初 从一开始出审以后委员的意见 我想我们谢谢委员的意见 我们也密集的跟嘉义先政府 来保持密切的联系 我们时长在开会 看怎么样可以包括有一些抵患 能够符合当地的需求 我们也可以把这些带起来 那今天委员所提的意见 我想我们会持续去修改 我们纳入我们的计划书 那最后是不是恳求委员 因为我们这个开发时程 我们还是加紧 所以建议委员是不是能够 恳请委员来支持 谢谢 谢谢 来 这因为刚才有一些没有回答到 所以我现在再补充一下 就是刚才委员那个 委员有提到就是说 我们这个挖田方的位置 那这个我们在报告书 5.2.3-2有放这个挖田方的位置图 那这也回答这个委员提到说 那二期的部分 因为二期这个地方 它是属于挖方的位置 所以基本上它比较不会影响 就是我们没有开挖的话 它不是说它需要堆 不是说它要回田 所以它没有开挖的位置 它就不会去产生土方 所以就比较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但是我们也是有设置的暂存区 这个一定都要有的 所以我们也设置了两处的暂存区 也是在图的报告书的8.1.1-1 这地方 我们也放了两个土方的暂置场 那未来呢 就是以这个暂置场 来做这个调度 来做办理 那就是说如果土方之间 如果调度上有一些需要暂置的时候 就会依照这个我们划设的位置 来做暂置 那另外有关这个 透水 道路透水率的提高的问题 因为道路透水率 还是要考虑到说 它的结构性安全的问题 如果说其他的 没有结构性的问题的部分 我们会去考虑看看 是不是能够再把它做相关的提高 那挖田的部分的话 就是刚才我提到的 就是因为它是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它没有去挖的话 那 回田的部分我们会去搭配 那基本上应该检讨下来 应该是可以 达到说 在 产一在第一期的时候 还是可以达到 动态的挖田平衡 透过产二的这个用地的引进 约相关的一个服务性的设施的产业 那也提供这个圆区内的一个服务性的需求 那减少对于 区外的一个服务性设施的一个负担 跟负荷 那以上是 谢谢 前一阵子有 我们委员里面有人在问我说 李老师你好像有些时候提的意见 都很不好回答 那我这边就再度的让你们知道说 我通常我提的意见 我自己都本身都先有一个答案 那针对刚刚的这个所谓的最大楼落面积 如果按照以前审议规范的 审议规范我们还在用的那个年代 就是分区整地最大楼落面积不可以超过两公斤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调整了 已经不再使用那个当初审议规范的 比较严格的那个分区整地 那各区不得超过两公顷 这个比较严格的一个规范 那最近最近有的一些审查案 那比较可能可以提供你们做参考的 同样也是经济部所管的就是这个鸟嘴潭 鸟嘴潭人工湖 他也是分区整地 那因为这个鸟嘴潭人工湖 他的整地比较特殊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在审查过程里面是容许分区 因为一刚开始是七个分区 那后来改成是五个分区 那我们就要求说每一个分区最大的楼落面积 不可以超过五公顷 那最大最大的目前 就我的印象里面如果没有记错了 我们现在容许的最大的楼落面积 那是全区不是分区 是全区 就是在高雄捷运的局限 他的机场的施工过程里面 我们容许是全区最大楼落面积上限是十公顷 可是刚刚顾问公司所回答的 只愿意调降到十五公顷或二十公顷 这个答案可能不是我要的答案 好不好 这个因为这个楼整个整地过程里面的这个 一旦有楼落的这个土地的话 外界的观感确实是很不好 而且也会涉及到阳城的问题 所以我出的这一道题 就麻烦我们开发单位跟顾问公司 好好审慎的再去评估一下 那最好最好是比照就是经济部所管的这些 相关的开发案 鸟嘴坛都可以做到分区五公顷以下 那为什么一个产业园区的开发 没有办法做到分区五公顷以下 这个可能要请你们回头好好的再去想一想 这个最大楼落面积的一个议题 那因为后续书里面这边审查的案件也会碰到 这个这个最大楼落面积的一些变更的议题 所以这个麻烦你们回头好好的再去审慎评估一下 那做出比较符合各界期待的这个回复 好不好谢谢 如果都是挖方的话 那么第一期的土就不够了 那等你第二期挖出来第一期才有办法完成 是不是这样 我只是要再确定一下说有没有要承诺 就是刚刚讲的登录化学品的登录跟运作量是把两区 能够把它合并去做登录跟申报 这个是第一个 那还有我刚刚在看的时候 其实我们这边有声明说 不会引进半导体好产业 但是在排放清单里面呢 确有幅化氢啊 生化氢啊 零化氢 我不知道这个是要是哪一个产业的制程要使用 好再也请补充说明一下 谢谢 谢谢 那个谢谢刚才的回应 我真正在提醒 就是说在区内的部分 那你可以参考一下你简报的第二十二页 那你提出了蛮多 蛮好的一些原则 但是呢 就是说你本身计划里面可以掌握的 比如说公有的公共设施 那这些是你本身在规划 你就可以掌握的 那原则的部分是可能 对于这个未来进驻的涨仓 那也许你有一些推估 那这样的话 大概有一些是比较具体的 那有一些是比较这个原则性的 那我认为这样我就可以接受了 因为否则的话大概 就把它放到任何地方都准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呢 在环品里面 大概在 这一个可以量化的部分 我会期待开发单位能够尽量 那么把它做一些必要的论述 大概是这样子 那请开发单位回答 有关刚才那个 两个园区同时做登录的部分 我们是可以承诺 然后我们会来做这样子办理 那有关这个 排放量的这个 减量的计算部分 其实我们在报告书里面 这个七至十二页到这个地方 我们都有逐项去计算它的一个减量的一个成效 就是我们提到的 这个委员刚才提到说我们这个简报的那个项目 那我们有意义去计算它的一个减量的成效 例如说这个 相关的比如说生产性的节能减碳 我们有估算出来的话 它的减碳量大概是六千五百四十四噸 每年 类似这样子 就是相关的一个减碳的数据 都在报告书的这个 第七章的七至十二页到七至十四页十五页 都有这样的相关的内容 那因为我们在答复里面也有提到这样的内容 不过因为我们简报这次没有把它 特别把它放出来 也跟委员报告一下 这个内容我们都已经放在报告书里面 那另外 提到的这个第一期 因为我刚才没有听得很清楚 因为声音有点小 听不太清楚说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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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提到什么第一期第二期这一块 挖方主要在第二期 是 是 应该是说挖 对啦 就是他在第二期的部分大概是在这一块 那其实地方还有其他地方还有 那我们最应该不是说最主要的挖方是在这地方 因为最主要方还是在志宏池的位置 那志宏池的位置其实是这两块 那其他的整地大概就是他比较少的一个做一个挖田的一个变化 那志宏池因为他的挖身量挖方量会比较大 所以大概是在这两块的位置就可以就里充 来自这个这两个志宏池的这个挖方量大概是这样子 那当然说 呃 这两块的这个部分的整 因为其实这个地方都很平坦啦 各位看这个现场情况都其实很多平坦 所以他其实要挖方的地方也不多 那最大的挖方还是来自于这两块的这个志宏池的量 所以复方还是主要来自这里 我回答一下那个陈老师的问题 那个刚提的那几个化学物质 是我在做环瓶追踪的时候 在电子零组件的厂商里面检测到的 但我们不知道这些厂商未来会不会进驻 所以我们以风险最大量的最大化状态之下 把他recruit进来做计算 还有没有进一步问题 没有的话我们就请开发单位暂时离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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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还是要希望你们再做一些适当的补充 不过把这个补充完毕以后 我不只是对我们这个案子 还有我们其他的另外三个案子 都会有些帮忙 所以你们可能就照这些内容来做处理 那虽然说我们定的是3月31号 如果能够早一点越早越好 好 那我们就请通计处这边宣读结论 本日会议结论出稿本会议结论文字为出稿 将以本署发函正式发函之文会记录文字内容为准 补证再审 依请开发单位确实一会前书面意见及下列意见 补充修正后111年3月31日前送本专小组再审 补证事项第一点补充本园区引进产业规划 并明确说明本园区与水上园区相关规划及引进产业之差异性 二评估本园区与水上园区之危害化学物质运作量总量 合并推估健康风险承诺合并登陆并申报 危害性化学物质运作量提出未来进驻厂商之制程及排放量之 运作管控及查核机制 三一保育类物种官号环境如环境制黑赤渊之七系特性强化保育作为及评估 期地营造局委并检释规划期程 四本园区为本园区基地位于加南平原地下水补助地质敏感区因一地质法提出 基地地质调查与地质安全评估并补充地质专探资料具提出减轻措施 五减和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增量抵患措施 抵患量计算之合理性并提出具体管理及查核方式 评估降低施工期间裸入区域之最大面积 六评估追踪及滚动检讨产业进驻情形及处理量能变化 考量规划设置处理再利用及最终处置设施 七补充温室气体增量抵患措施之详细规划内容 括号含太阳光电设置发电量之推估 强化说明具体节能减碳规划之达成效率 评估成立工作平台减合抵患成果 八序名制宏池及易流方式规划 并评估提早达成用水回收率之期成 九检讨水域生态监测计量和监测计划合理性 评估于基地上下游增加检测地点 十一生态调查资料检核 直栽计划数种之适宜性评估直栽以适合当地之原生种为限 十一补充园区分歧施工之土石方推估量 并推提出花田平衡具体规划 十二补充本计划因应极端气候韧性计划之具体作为 十三委员专家学者及相关机关所提其他意见 第二点为本署法规制式意见不再宣读 请开发单位确认相关文字内容 有没有意见 请说 六点的这个部分 因为没有明确的说明是 是不是是针对废弃物的这一块 还有就是那个地址安全评估报告 因为我们这次已经有补充了 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把它拿到 报告处里面就可以 还是说是要另外再补充调查吗 因为我们已经有依照规范去补充 这个 回复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们 我跟你讲还是 还是要那个问题 了解 国家生计 列在这边比较好 你们就回复 不过有些时候 中间处补充说明 因为原报告书里面 没有看到地址安全规划的报告 或者依照法规必须纳入环评 一起送审 而且你钻的位置也要对 国家生计 也有钻 可是钻都钻到乱七八糟的地方 然后等他要盖地下室的时候 就发现那个地方没钻 然后就只好再去钻 好 还有没有 疑问 如果没疑问的话 就把这些问题做一些适当补充 那我们上会 谢谢大家